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与法务部次长蔡碧仲经15日治立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列席对外界近来关心的法警体制进行报告,而对于有立委提出法警职全行实法草案,蔡碧仲和吕太郎都认为草案内容超出法院组织法设置法警目的应修法院组织法规定即可。 综合媒体报道,司法院检讨报告指出将研修法院组织法相关规定是法警行使职全的法员依据明确化执行费部分,从明年1月1日起由每小时新台币60元调高为每小时70元,另可申领加班费至于人犯脱逃等情形。 蔡碧仲及吕太郎都说,关键在于法警人力不足,建设将原额上限提高或研修将司法机关排除于中央政府机关总原额法的适用范围。 而关于有立委提出法警之权行使法草案,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提案是因法警情务内容诸多干预人民基本权利,例如民众出入法院及检查署机关必须受检,以及法警界护用具使用等,都为福大法官443号解释。 可揭示的绝对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有侵害人权的疑虑。 但吕太郎表示,法院组织法已在民法警职务包括借送人犯、职庭、经卫等检查人民的身体是否要立专法,需另外斟酌。 另外,民进党立委科建民则举当年陈水扁为例,指当年前总统陈水扁。 英国务基要废案遭到特征组生涯移送法院,法警将扁上手铐后,扁在上车前高举双手却被法警推入车内而扭伤。 因此法警的借护用具使用应规犯清楚,但他建议不用订立法警职全行使法的专法。 修订法院组织法第23条即可。